第七 第七呢 讲的是楼梯扶手 楼梯扶手呢 我们注意两个数字 哪两个数字呢 第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所说楼梯扶手的高度 自踏步牵线 不应该小于0.9 注意这个 这块主要是提到踢井位置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楼梯 在踢井所在区域 尤其是在水平段这个距离 大于0.5米了 相当于这个踢井位置比较大 比较宽 那么这个地方防护栏杆 要加高 我们要求不应该小于1.05米 不应该小于0.1.05米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标示的 这两个高度 一个是0.9米 从踏步牵线到楼梯的最上平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这块宽度 踢井的这块宽度比较宽的话 那我们就比如说大于0.5了 这个高度不应该小于1.05 1.05 纯数字的记忆 你要记数字 好了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踏步最小宽度和最大高度 踏步最小宽度和最大高度 我们这里要求大家 最起码你得注意前三号 这是我们之前考到过的 之前考到过的 就是说住宅 0.26 0.175 看一下 它这住宅 针对的是公用楼梯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种幼儿园和小学校 再一个就是针对这种 人员比较密集比较多的 这种工件 那么它的这个最小宽度 和最大高度都有 那最起码你得注意前三号 剩余那些 可以不作为重点 不作为重点 好了 下面 关于第二部分 讲的是墙体的建筑构造 墙体建筑构造 我们这里给大家列了三条 就是说第一部分呢 针对墙体建筑构造设计原则 这里有三条 我们这里呢 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三条 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就是当外墙为内保温的时候 在窗过梁 结构梁板及外墙连接处 与圈梁处 它容易产生冷桥 容易结露 所以说呢 一般呢 我们要做相应的措施 那如果是外墙外保温的话呢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冷桥 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冷桥 冷桥又叫什么呀 冷桥又叫热桥 又叫冷热桥 是一个概念 我们所说的冷桥也好 热桥也好 就是容易散失热凉的地方 冷桥 从这个断面形上来说 它有点的冷桥 有线的冷桥 还有我们所说的面的冷桥 我们要求的是 在从建筑节能的角度出发 要让冷桥消除 在我们进行外墙保温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有常规的 最常规的有这样的三种做法 一种叫做外墙外保温 一种叫做外墙内保温 还有一种呢 叫做加薪保温 也是我们装配式施工常用的一种 那么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这种线交结构的话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外墙外保温和外墙内保温 外墙外保温和外墙内保温 你比如说外墙外保温 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一种保温 因为这种施工啊 就是我们按照教材所说的 它不会产生冷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外墙外保温的时候 是把整个外墙立面通过保温板把它包住 而且会和我们屋顶上的这个保温 形成一个密闭空间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给整个建筑物穿了一层棉衣 它不容易产生冷桥 而这里呢 作为外墙内保温来说的话呢 是从外墙的内侧做保温 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位置 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些位置 这都是容易产生冷桥的位置 从于产生冷桥的位置 也是我们所说能量容易散失的位置 能量容易散失的位置 那么这些位置如果处理不好 就是我们所最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发霉 就是墙面发霉 产现有冷凝水 然后呢发霉 然后呢造成整个墙面的污染 到不见得影响结构 关键是影响观感 也影响使用 影响观感影响使用 会受潮吗 会受潮 这是我们所说的两种保温形式 两种保温形式 这是这一块 大家呢第二条第四条 到时候读一下就行了 读一下就行了 第二部分呢讲的是门窗 门窗呢我们注意这样的几点 第一点 门窗 门窗的功能 门窗大家都不陌生 门窗有哪些功能 这个呢稍微读两遍熟悉就行了 有个数字你得背一下 窗台 窗台低于0.8的时候 要设置防护措施 我们现在很多建筑 尤其是民用建筑 都是做的是那种落地窗 落地窗是必须要加防护栏杆的 他是说0.8米吗 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做那种落地窗 有可能就正常脚踩 脚都不小心 一不小心就能踢到这个玻璃 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做防护栏杆 都要做防护栏杆 再一个呢就是关于门窗和墙体质验连接 门窗的形式 门窗形式有很多 我们从材料来说 它有这种塑料的或者铝合金的 或者说是这种木质的 各种材质都有 那么在这里呢 针对于门窗和这个墙体质验连接 那么我们书上呢 注意这么几个条目 第一个条目 就是门窗 作为门窗框和墙体质验连接的时候 要避免刚性连接 要避免刚性连接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膨胀螺栓 或者说是设定 与主体结构 窗洞口进行固定 固定好之后呢 作为留好 在进行门窗加工的时候呢 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洞窗 洞口尺寸来进行加工 然后呢 作为窗框与窗洞口之间 要有留有一定的缝隙 这个缝隙不能太大 太大的影响观感 但是要有一定的缝隙 这个缝隙呢 一般我们都要填充发泡 填充发泡 然后呢 整个外圈 内圈都要再打密封胶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柔性连接 柔性连接 那么这种柔性连接呢 有好处 就是说我们所说 避免刚性连接的话 不会受结构影响 但是呢 它也有坏处 就是说坏处主要体现了什么呢 就是它耐久性有问题 就是说大家在平时 你看一下自己这个 自己的住宅 或者说是自己的办公区域 很多这个外窗 这个时间稍微一长 整个外窗框四周 尤其是外侧啊 这个密封胶都已经开裂 或者说是脱落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旦下雨 很容易出现窗框四周的深漏 造成外墙内侧的墙面污染 这个呢很多时候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那就是说要注意定期维护 你像这种外侧 尤其是外侧 这个密封胶有脱落的话 那正常情况下 就应该全部刮掉 再重新打 如果你不打的话 带来的问题就是出现 这个窗口的之间的这种深漏 再一个呢 就是在气体上 在气体上安装门窗的时候呢 不能用设定 气体上一般我们都直接用膨胀螺栓 来进行固定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就是金属窗 金属窗呢 也主要问题也是截路 为什么呢 因为金属窗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铝合金的 铝合金的这种窗户是最多的 金属窗 它的传热系数高 导热系数高 传热系数高 就是说呢 它是我们理解的话 这种窗户就是一个大热桥 窗户就是一个大热桥 这个呢 尤其是我们北方城市 尤其是这个冬天 很明显 冬天你可以注意一下 冬天我们最不愿待的地方 就是窗旁边 为什么呀 肯定冷 一般呢 这个内侧会截路 然后呢 用手摸一下玻璃 或者说是摸一下这个窗框的话 肯定要比你旁边强 要凉很多 我们室内的很多热量 都是通过窗框散失掉的 这也是我们现在节能中 强调比较多的 现在呢 对于节能门窗 要求比较高 节能门窗比较高 就是说一定要做 更加节能的门窗 不管是从形材方面 还是从玻璃方面 都要进行 重新设计和加工 现在我们有很多厂家 做的这个节能门窗 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就是它能够达到的那个 传热 它的那个导热系数 基本上能和我们的墙体 差不多 最起码达到效果 就是冬天 我摸它的玻璃 和摸它的形材的时候 感觉是温暖的 这个就很难得 很难得 好了 再一个呢 就是关于墙身 墙身的西部构造 首先我们看一下散水 散水这个质点 当然首先 这个在我们历年考试的时候 没出过大的题目 就是说选择题出的也很少 但是散水啊 非常重要 散水大家都不陌生啊 一般就是我们沿着建筑物周圈 在这个室外地平这个高度 比室外地平稍微高一点 我们做一圈这个混凝土 混凝土散水 这个散水 大家首先你得知道 为什么得做散水 有很多人的理解是 散水是为了美观 反正你不做散水吧 感觉这个楼总是别别扭扭的 是光为了美观吗 不是啊 我们散水它有最主要功能 散水最主要功能是保护基础的 就是说我整个周圈做上散水 将来下雨的时候啊 我们要让通过散水啊 让这个雨水尽快地远离排走 让雨水排走 尽量远离我们的基础 而防止这个雨水直接渗透 贴着墙面渗透到地下 来影响到我们基础下面的地基状况 它实际上呢 是为了保护基础用的 所以说散水 可不是可做可不做 也不单纯是为了美观 是必须要有 只不过有的时候你看不见 我们绝大是散水吧 我都能看见 但有些情况你要注意 有些情况水什么情况 就是楼周边有可能有绿化带 结果你仔一看呢 这里有绿化带 没看有混凝图 没看有混凝图面 也没有散水 那你说它散水做没做 散水也做了 只不过做成隐蔽的了 就是我们做完散水之后 上面再浮图 再做植被 实际上散水也有 只不过你看不见而已 那散水呢 这在我们实际建筑中 有很多人 尤其是施工体 他不是特别重视 不是特别重视 原因那个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建筑物用了 一小段时间之后 一年两年 整个散水周边出现下沉 为什么会下沉呢 有可能我在做这个散水之前 有可能这个整个四周 就没有夯时 没有夯时 然后呢 直接做这个混凝图散水了 那正常打上胶之后 时间一长 地面下沉 地面下沉之后 散水就和主体结构分离了 一旦分离之后啊 散水就不起作用了 我们正常下雨的话 都顺着那个缝 全都 雨水全都流下去了 那散水就不起作用了 散水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说我们要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要尽快整改 尽快重新夯时 不行的话就重新做 然后呢 重新打凿 散水呢 有这样几个构作要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散水的高度 一般控制在600A 宽度 控制在600到1米 再一个呢 就是散水的坡度 3%到5% 而且呢 我们一般的每隔 20米到30米 要设置伸缩缝 不要通常做 防止温度变化 所引起的开裂 再一个呢 就是缝宽 作为这个缝宽 作为这个伸缩缝 我们要填充 这种弹性防水材料 弹性防水材料 这是我们所说这个 我们也可以看几个 做的比较好的散水 这个呢 是一种常规做法 常规做法 做上这张散水 然后做那个 进行这个 细部处理 还有呢 就是这种 这个呢 大家如果我们在座 有搞施工的 或者说是 施工企业呢 也可以 借鉴一下 借鉴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 在做散水的时候呢 为了增加它的 外装饰效果 我们可以在 散水的这个 分分位置和它的 这边缘 可以相 刺转 相刺转 就是说呢 做一个收口 这样的话 会让你的散水 显得更加精神一些 更加精神一些 当然也可以用 别的材料 比如说可以用这种 铝合金 可以做铝合金 这种香边 这样的话 也会让你的这个 散水呢 显得更加精致 更加精致 这是我们所说的散水 散水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防潮层 防潮层呢 在我们书上 有一段话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只突出一个 也是我们现在 实际收工中 最常坐 防潮层 一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这个 防潮层 一般 坐在什么位置 我们突出的是这句话 一般呢 我们是坐在室内地平 正幅零以下 六公分的位置 一般呢 我们是坐在 正幅零以下 六公分的位置 我们要坐这种 水平防潮层 我们看两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说的乐角 这也是我刚才 图片中所展示的 作为室外地平 与室内地平 高差 所对应的外墙部分 这部分呢 叫乐角 为什么要突出乐角呢 因为乐角 是容易遭受破坏的 因为它正好在 我们的室外地平 这个位置 是我们正常 在使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呢 很容易磕碰的位置 有点像什么呀 有点像我们室内的 这个踢脚位置 有点像我们室内踢脚位置 就这块 很容易被雨淋 很容易磕碰 所以说呢 一般这个乐角这个位置 从外装饰上来说呢 我们一般要做的这个材料 应该是能够防碰撞 或者说是强度应该高一点的 强度高一点的 就是我们正常刷涂料 整个外墙刷涂料的话 那你乐角位置 应该考虑正常 做个食材 或者说是更加耐污染的涂料 正常的话 我们做食材 做个分件 然后呢 让这个乐角和整个外墙的 能够做个区分 这样是最好的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防潮层 这是我们所说的乐角位置 防潮层坐在哪里呢 坐在正弗林以下一匹砖的位置 正弗林以下一匹砖的位置 好了 这里说到正弗林了 你看我们这个教材也有正弗林 正弗林的概念 大家必须先清楚 正弗林 正弗林 大家知道是哪个点吗 正弗林 大家注意啊 正弗林首先从 这是一个标高 我们标高呢 实际上有两种叫法 一种叫做绝对标高 一种叫做相对标高 这个正弗林相当于是什么标高 是相对标高 是针对这个建筑物所定义的零点 那么这个建筑物 任何一个建筑物都有正弗林 任何一个建筑物都有正弗林 正弗林指的哪个点呢 是指的我们这个建筑物 一层建筑成活面标高 我再说一遍啊 什么叫正弗林零 正弗林零指的是一个建筑物 一层建筑成活面标高 假设我们所在的这个大教室 不再是四层 比如说这个教室是一层 假设这个教室是一层的话 那我们铺完地毯 大家脚踩的这个位置 就是正弗林 就是正弗林 这是正弗林 那我们要求呢 就是这个正弗林 往下一匹专业的距离 我们要做防潮层 而这个防潮层 最常规的做法 就是用防水沙浆做 一般是用1比2的水泥沙浆 掺防水剂 用1比2的防水沙浆 掺防水剂 来做这个防潮层 厚度的话 一般控制在两公分 一般控制在两公分 这是我们所说的防潮层 为什么要做防潮层 因为这块是地下 地下呢有潮气 有可能有地下水的寝食 那么潮气也好 地下水的寝食也好 有可能对墙体产生污染 那么如果我们在墙面 不做这个防潮层的话 很有可能潮气会从下往上 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外墙 造成的局面呢 就是很容易造成 时间一长 一个建筑物使用时间一长 会发现有可能一层 某些区域 外墙 内侧 有可能涂料会开裂 会脱落 有很多人呢会认为 这有可能是装饰的问题 刷涂料刮蜜子 刷涂料的时候 有可能没按规范施工 但是绝大多的情况 如果其他位置没出现 而只在一层位置出现的话 那更多的 有可能还是受地下潮气影响 所引起的这个质量问题 所以是一般我们要做 这样一个防潮层 当然呢 防潮层在施工的时候 我们一般 不单独只做水平防潮层 这是叫做水平防潮层 但我们实际施工的时候 一般呢会配合 在这个外墙 肋脚的内侧 这个位置 我们一般都还会做垂直防潮层 相当于对这个墙体 尤其是地下部分的这个墙体 做两次保护 做两次保护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外侧也做 这样的话呢 我们正常有这个地下水的时候呢 影响就小了 影响就小了 也有学生说 老师那下面呢 下面还做不做 下面我们不要做 不需要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基础墙 我们做这种防潮层的前提 一般情况下呢 它都是这种器块 如果是或者砖 一般呢 作为这种基础墙 下面呢 我们还有什么呀 我们还有调剂 还有基础 我们还有基础 因为这个基础的话呢 一般它都是混凝土的 混凝土本身有一定的防水功能 防潮气也没有问题 防水都能防水 防潮气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把这个侧面和顶面都要做了 基本上可以让这个地下部分 能够形成一个密闭的防潮空间 防潮区域 这样的话呢 对于墙体本身是一个保护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块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书上也多少提了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室内 有室内高叉的时候 一个种常规做法 就是水平做 垂直做 然后呢 室内比较矮的这块区域 也做防潮层 就相当于水平防潮层做两遍 都是在正负令下 正负令下 一匹砖的距离 做这个水平防潮层 这个呢 是我们要了解的 下个之连 女儿强 女儿强呢 我们刚才看了个图片 一般呢 是坐在屋顶 屋顶位置呢 一般我们要坐女儿强 那坐女儿强的时候呢 这样有几个要点 我们结合一个图片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质点 我们之前一件考过案例分析题 考过案例分析题 是给你画了一个图 让我们找错 就是这个污蔑 污蔑女儿强的节点 有没有有哪些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结合这里 这个图片 简单再给大家说一下 说到污蔑 污蔑呢 一般呢 我们呢 这里要做什么呢 要做楼板 这里呢 有外墙 那么女儿墙呢 一般是在整个污蔑四周位置 我们要做女儿墙 要做女儿墙 那么在实际施工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按照正常建筑做法 污蔑的第一步工作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要先做一个找坡层 如果它本身没有结构找坡 就是污蔑 干净混凝土板 如果没有找坡的话 一般我们要用材料做找坡 那么最常用的做法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种 比如说膨胀珍珠盐 当然现在不鼓励 比如说我们有逃离混凝土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这些用保温板 做找坡 这都有可能 这都有可能 这个呢 找坡层做好之后 一般呢 我们会做什么呢 会做保温材料 保温层 那保温层做好之后呢 一般呢我们会做个保护层 然后呢上面呢铺贴卷材 而这个节点呢 主要是从铺贴卷材开始的 铺贴卷材开始的 屋面呢一般铺贴卷材 这个位置大家首先要注意 这个位置属于一个阴角位置 阴角位置就是90度 阴角位置 那阴角位置呢 将来铺贴卷材的时候 不容易粘时 因为卷材呢 它虽然有一定的柔度 但是呢你把它 揉成90度紧贴墙面的话 这不现实 这不现实 它肯定多少有一点糊度 所以说呢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卷材 正常粘接的话呢 一般阴角位置要做成圆糊状 或者说是做成45度破角 都可以 材质呢 要么用这种防水沙浆 要么做最鼓励的 我是鼓励大家用保温板 用保温板 用保温板做这个45度破角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从保温节能角度出发 这是最好的 先做一个圆糊或45度破角 做好之后 我们开始铺贴卷材 因为阴角位置属于防水的 薄弱环节 将来容易渗漏水 所以说呢 一般这种容易渗漏水的位置 我们都先做加强层 也就是说先做附加层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里这个位置 要先做一个附加层 然后往上翻 要做一个附加层 那么宽度呢 在水平方向的宽度 和在我们所说的垂直方向的 上翻到女儿腔的宽度 都要大于等于多少 250 都要大于250 一个是水平方向 再一个就是上翻到女儿腔的高度 都要大于等于25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所说的附加层 附加层做好之后 我们开始大面积的铺贴卷材 大面积的铺贴卷材 有一遍说一遍 有可能设计它是两遍 比如说那种重要建筑物 一般我们正常防水设防的时候 都要可能设置两道 那你该做一道就做一道 该做两道就做两道 那注意平面做完之后做立面 做立面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管是我们刚才 一开始做的这个附加层也好 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大面积铺贴卷材 在上翻到女儿腔的立面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个收口问题 就是这个卷材呢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 直接和这个女儿腔的侧立面 直接这样粘接的 这样的一个粘接有什么坏处呢 就是接口这个位置 就是接口这个位置 容易开裂 时间一长了容易开裂 就是说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它很容易开裂 将来出现问题呢 就是有雨水 即使你这边的卷材做得再好 雨水有可能顺着这个女儿墙 直接走到女儿墙内侧了 直接造成这个渗漏水了 所以说呢 一般呢我们这个位置啊 按照我们教材的说法的话 要做一个收口 这个收口呢怎么做 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在女儿墙 也就是250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泛水高度这个位置 一般需要踢一个凹槽 一般要踢个凹槽 如果是砖器的话 就做完之后再踢一个凹槽 如果是混净土的女儿墙的话 那直接直磨板的时候 流出这个凹槽来 然后呢我们要求的是 不管是附加层 还是大面积铺贴卷材 都要握到这个凹槽里 然后呢 粘贴好 用钢钉固定 然后用油膏前缝 这样的话呢 这个收口更加保险一些 这样收口更加保险一些 然后收口完之后 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啊 这个位置 是比较丑的 你能想象出来吗 它比较丑 因为它是黑胶 你打这个密封胶也好 它肯定和你整个周边女儿墙的这种外装饰 肯定 不能成为 形成一个整体 所以说呢 如果你的雾面是非上人雾面 这样处理就完事了 如果是上人雾面的话 你得再好好的再研究研究 设计院呢 有可能设计的时候 不会想的那么多 但是呢 作为施工单位和甲方的话呢 你需要再研究研究 这一块我怎么能让它更好看一些 我们常规做法呢 就是说一般 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最外侧的这一层卷材 一般是用带板盐可抹灰的 直接呢 我们施工完之后 在卷材 以及七块砖墙 直接进行抹灰处理 然后刷涂料 但是这样的一种处理啊 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位置 时间一长了 这一块很容易开裂 很容易开裂 所以说呢 稍微好一点的一种做法 是直接再做一道保护墙 直接在这一块 外侧再做一道保护墙 你可以用这种七块 再多做一道保护墙 然后呢 从保护墙的外侧 再抹灰 刷涂料 或贴外墙砖 这样的话 这样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但是呢 向来说成本要高一点 成本要高一点 大家主要看一下 实际施工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那是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 需要抹灰的 你不是说你卷菜料 一定需要抹灰的话 是不建议大家 用这种常规的 这种光面的卷菜的 一定要用带板颜的 带颗粒的 要不然的话 你施工完了之后 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地方 再有呢 就是压顶位置 这个女儿琴啊 最上面要做压顶 一般我们最常规的 有两种做法 一种最常规的 就是做混凝土压顶 带配金 混凝土压顶 那还有一种呢 有可能我们用这种 铝丹板或者说金属构建 金属材质做压顶 比如说 不管是这种金属板材 比如说这种铝丹板 做压顶也好 还是用这种 混凝土 做压顶也好 我们要注意 压顶上口啊 都有 一定的坡度 你首先是不能做成这种水平的 要一定的坡度 那我问大家 是坡向雾面呢 还是坡向室外呢 应该是坡向雾面 应该是坡向雾面 大家看好 一定是坡向雾面的 坡向雾面 这个坡度 不要小于10% 不要小于10% 这是这一点 就是说将来有雨水的时候 落到压顶上 一定要让它导流到雾面上 而不要顺着外墙走 顺着外墙走 将来容易尿墙 造成外墙污染 造成外墙污染 再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压顶 和女儿墙这个位置 我们要做出一个突出 这里呢 一般要挑出的距离呢 不要小于6公分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里有 有女儿墙 我要做压顶的话 这块啊 先说这块 这块最好也让它突出一块 突出一块呢 有好处 只会有好处 没有坏处 就是说 一个是从外力面 装饰效果来说的话 它多了一个线条 有好处 再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实际 使用功能来说的话 它也不容易尿墙 不容易尿墙 就是这样 让它突出一块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所说的 压顶要突出 至少6公分 还有呢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在我们这个条目上没说 但是在后面有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要做滴水处理 将来有水的时候 要让这个水 这样滴下来 怎么实现呢 要么做成鹰嘴 要么呢 做成什么呢 做成我们所说的 滴水槽 就是说 有水的时候呢 我要让它滴下来 而不能顺着这个压顶 往里走 走到里面 就顺着女儿墙走了 这就坏了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正常 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 下雨的时候 女儿墙的内侧 应该是干的 你除非下那种特大雨 风特别大 这个雨水有可能 刮到这个女儿墙上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 就是我们正常下雨 如果是没风的话 这个女儿墙的这个内侧 这块区域 应该是干的 不应该是湿的 如果是湿的话 就意味着 你的压顶没处理好 没处理好 但是你说这个风刮的 这个无所谓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出现 就是正常 因为下这种小雨 或者没风 你会发现那个雨 一直顺着压顶往里流 这就坏了 不能顺着压顶 一直往里流 那这样的话 这个位置早晚会出事 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 这种保护 做保护 这是我们所说的 因子的处理 滴水处理 这个质点 还是需要大家会的 就是说 因为毕竟 一是我们之前考过 而且这个呢 也是我们现场施工中呢 作为女儿墙 施工的一种常规做法 它一般是以图籍 直接以图籍中 某一个编号的形式呢 来出 施工单位呢 一般按图籍正常施工 这是一种常规做法 最常规的做法 所以说呢 要求大家掌握 这个构造的一个 基本要求 这是我们针对于女儿墙 再一个呢 非承重墙 非承重墙呢 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 填充墙 或者说是这种 轻止隔墙 这种填充墙 或者说是轻止隔墙 那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呢 作为这种非承重墙 或者说填充墙 我们主要是要求大家 明确它的功能 保温隔热 隔升 防火 防水 还有呢 就是防潮 当然还有一个功能呢 它这里没多说 就是起到正常的分隔作用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做非承重墙呢 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 整个建筑物同一楼层的 这个建筑面积 以及我们各个房间的使用功能 我们要做通过这种 轻止隔墙 或者说是非承重墙呢 做这种房间内的分隔 满足我们正常使用要求 这是我们所说的非承重墙要求 第三 关于屋面和楼面的建筑构造 屋面和楼面建筑构造 第一部分讲的是屋面 屋面呢 大家注意 屋面呢 我们一般 屋面呢 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坡度要求 坡度要求 那么根据你这个屋面的类型 有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我们要求大家在记的时候 着重最起码记着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得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针对这种卷材 或者说是这种 刚性防水的这种平屋面 刚性防水 现在实际施工屋面 基本上不用 太不保险了 一般还是用柔性的 一般就用 要么刷涂料 要么 一般是涂料和卷材配合 或者说是卷材 直接用涂料也少 直接用涂料也少 就是说作为这种柔性的防水 柔性防水的平屋面 一般呢 我们在进行屋面设计的时候呢 坡度 最小坡度呢 不要小于2% 注意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再往后 具体的屋面要求 屋面要求呢 首先各类屋面的面层 就应该采用非燃烧体材料 都应该产生非燃烧体材料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注意 在实际 针对于一二级的耐火等级建筑物的时候 那么它一般更多的采用 这种高聚物改清磊青 防水卷材 高聚物改清磊青防水卷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SBS防水卷材 这是用的比较多的 当然不光有SBS 还有其他的 再一个呢 就是屋面排水 屋面排水 一般呢 我们屋面都进行的这种油组织排水 都进行油组织排水 就是说我屋面的雨水之后呢 也一定要通过油组织排到雨水口 落水口 通过落水管 雨水管呢 让它排到室外 排到室外 在这里呢 针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排水 屋面排水 我们呢 根据建筑物的不同 可以分为这种内排水和外排水 你看它是怎么划分的 优先选用的是外排水 外排水的隐患少 能做外排水的 你尽量别做内排水 因为这外排水啊 那就是做的再差 出现问题了 它也是质疑你的外墙 造成你外墙污染 不好看 这个内排水不一样 内排水一旦出现问题啊 是整个影响你房间的使用 肯定也不好看啊 一旦因墙面肯定也不好看 它灌水有可能影响你 那个房屋的使用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正常设计的时候 能做外排水的 不做内排水 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呢 针对这种高层 多跨或积水面积较大的 应该采用内排水啊 它呢 说了几种情况 那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出这种选择题啊 就是下来什么情况 适合采用内排水 那你只注意书上说了这几种 其他你也不用延伸 你也不用多考虑 书上有的 考试有 有选项 你能选出来就可以 书上没有的 考试有 考试有选项 我都不建议你选 都不建议你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选择题啊 尤其是多选 单选无所谓啊 四选一这个 你肯定得选一个最合适的 尤其是多选 多选我们的选择题 选项是有几个 有五个 和公共课一样啊 我们的正常做多选 它的选择题选项有五个 A B C D E 正确答案都在两个到四个之间 选对一个可以得0.5 选错一个不得分 所以说我们做多选的时候 都是建议大家尽量少选 你只要拿不准的就不选 尽量少选 也就是说你需要做到一个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我所选出来的这个选项 得能保证我得分 哪怕是只得0.5 千万不要拿不准选上了 结果一扣 把两分全扣掉了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好了 这个 第七条 第一条是一个数字 到时候自己看一下 看 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几张图片 也是我们做这个内排水 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说可以参照的 几个这个内排水的一个样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导流 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这个排水的 这个导流处理 再一个呢 要注意这个装饰 装饰 你像这种内排水的话 不光是内排水啊 内排水也好 外排水也好 这里这个雨水壁子是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 就是说为了防污染 就是为了防污染 你别到时候将来 一下雨 屋面上有一些杂物 顺着雨水都流到你的雨室口了 时间稍微一长就堵了 堵了之后那就存水 存水之后就容易漏水 深漏水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雨水壁子 定期清理 定期清理 这是另外两个 一般的我们做这种 雨水口的时候呢 这个壁子一定是这种立体式的 可拆除的 方便打理 你千万不要做那种嵌入式的 嵌入式的 你再打理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一定得做可拆除式的 你不能说是 真流到里面之后拿不出来 那坏了 一定是可拆除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楼地面 楼地面这个质点 我们这里给大家列了几条 这几条 我有重点的给大家读几条 就是说呢 你在记忆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印象 就是说我们做选择题的时候啊 你能够把握出这几个关键点啊 比如说我们这第三条 第三条 先说第一条吧 第一条就是我们这个整体这个地面 整体类的地面 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楼地面开裂 一般我们注意要在结构这一块 一般要做个分缝处理 做一个分缝处理 那个这个分缝处理呢 你要注意啊 就是说你看一下 你是针对什么 这个分缝处理 倒不是针对我们结构本身啊 是对结构上面 一般我们做整体面层的话 上面一般还得再做电层 就是那个电层 一定要做分缝处理 你比如说我要现在做的 比较多的这种还氧地平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 机场都是做这种整体 这种还氧地平 这种还氧地平 那就是说你在正常的这个基层 这个楼板 或者说是我们的地面一层 往上你都要做一个 比如说五公分 甚至十公分的这种混凝土电层 这个电层记好 做好分缝处理 做好分缝处理 就是说呢 将来我做整体面层的时候 我千万不要出现 时间一长了 开裂了 那修很难修 很难修 它和瓷砖还不大一样 瓷砖是一块一块的 再一个呢就是保温 保温这一块呢 大家注意啊 保温这一块呢 尤其是针对内保温的建筑 为了防止截漏 在局部位置 尤其是在我们容易截漏的位置 楼板这个位置 一定要做上下保温处理 实际上 但是呢 这个容易带来问题 就是楼板本身做保温的话 绝对会对你的装饰 产生一定的影响 做外墙内保温呢 向来说 做外墙外保温的话 会向来说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外墙外保温 你主要注重最外围 就可以了 你主要最外围 给它把它包 保温层包起来 你实际上 每一层的楼板 是不需要再做保温的 但是外墙内保温不一样 外墙内保温要求的是 你比如我们这个教室吧 要做到外墙内保温的话 那就需要把这个屋 顶 包括这个顶 包括四周 内侧做保温 你不做保温 它肯定就不是一个整体 整个这个室内 它就不是一个保温整体 那尤其是接到地面 地面这块 一旦做保温的话 将贴装饰很容易出现裂缝 顶子也是这样 顶子只要做保温 迫使你 基本上必须得做什么呀 得做吊顶了 你要不做吊顶 正常的这个板 然后进行抹灰 刮你的刷涂料 很容易开脸 很容易开脸 就是以我们现在这种 粗放化管理和施工的话 不出现问题的少 你不是说 不是说不能施工 是不出现问题的少 觉得大多数企业 实际施工的时候 看着没问题 用上一年都炼了 用上一年都炼了 这是说到这一块 好了再往下 四 为了减少这种震动或传音 一般的我们在这个 隔墙或楼板之间 需要加这种阻尼材料 这种阻尼的 隔音阻尼材料 再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9 这个呢 我们之前考过 作为一个选项 你像这种幼儿园 幼儿园 那么一般呢 我们要做这种暖性的 或弹性地面 再一个呢 你比如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幼儿 经常出入的通道 一般呢 要有防化处理 这个都好理解 好 下面四 关于门窗的建筑构造 门窗的建筑构造 第一部分还是涉及到窗 窗呢 这里这个第二条 我给大家说一下 高层建筑 高层建筑一般都做推拉窗 高层建筑一般都做推拉窗 一般不做这种平开的 但是 推拉窗 这个密闭性 要比平开窗差好多 书上这样说 一座推拉窗 可不是说高层建筑 必须做推拉窗 我们有很多高层建筑 大家我们 住的这个 有很多高层 住的高层 你想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建筑 你自己的这个阳台 用的是推拉窗 还是平开窗 有很多都是平开窗 只不过我们的平开窗 都正常往内开就是了 我们不往外开 所以说影响不大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表述 要注意这个表述 你千万 这种这种题呢 我就是主要是举什么例子 就是我考 平时复习 我没复习 结果那考试考到高层建筑 一用什么窗了 然后就开始想 我家是住在三十多层 也是个高层 我家窗户应该是平开窗 好 那我就选平开窗 行了 你选就是错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书上的很多置点 它不见得和我们实际工程 完全一致 这个地方你不要联想 你千万不能联想 你不能把我平时的一些 施工设计 包括我使用的一些 那个节点 建筑构造 和考试把它对应上 因为很有可能 你实际的情况 和我们教材表述不一致 你要是以你实际工程 很有可能 这个地方就选错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求是准确记忆 然后理解的时候呢 以实际工程作为辅助 一致当然最好 不一致的话呢 你自己能闹明白就可以了 好了 再一个呢 就是开向公共走道的窗户呢 其底面不应该低于两米 也是这个好理解 防止碰头 0.8 这个没问题 防火门 防火窗 防火卷帘 防火门 防火窗 防火卷帘 这个构造要求 这个呢 我们要求大家 你必须得重视 必须重视 因为这块和防火有关 和消防防火有关 土建部分中 土建 就是说我们建筑专业 和消防防火 消防有关的内容 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防火门 防火窗 你必须得重视 这里呢 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数字 防火门 防火窗 包括加以柄三级 看好按照其的耐火极限 甲级1.5 以级不要低于1小时 柄级不要低于0.5小时 三个数字 再有呢 就是防火门 要向外开 后面呢 要注意啊 其关闭时 应该从内外两侧 手动开启 就是我正常应该是往外开 但是正常的话里外都能开开 都能打开才行 再有呢 就是这个防火门 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自行关闭的 而且平时应该是长臂型的 它不应该是开着的 就是我使用的时候 我正常推开 我只要不使用 它应该能够自行关闭 而且这个自行关闭 应该是有一定的顺序 它有个默认顺序 谁先关死 谁后关死 这个不需要你去关 它就能自己 谁先关谁后关 它是有默认的 自行关闭 而且呢 是按照顺序关闭的 再一个呢 就是大家注意 比如说这里的第五条 就是说如果有边缘缝 边缘缝 边缘缝一会儿我们还要讲 边缘缝 你比如说不管是伸缩缝也好 还是沉降缝也好 有变形缝所在位置 一定记好了 这个防火门 看好啊 防火门绝对不能跨越边缘缘 防火门是绝对不能跨越边缘缘的 而且呢 防火门是在哪一侧呢 比如说这里有个边缘缘 是在哪一侧呢 看好 楼层较高较多一侧 楼层较多一侧 这是我们所说的位置要求 位置要求 好了 这是我们提到这一点 那么针对防火门 你看我们这里呢 也找一张图片啊 就是说正常防火门的话 应该都是这种长臂式的 正常关的啊 它呢 本身防火门都带着这种 闭门器啊 就正常的话 可以自行关闭啊 你正常打开 推开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不管它 它正常也是能关的 而且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啊 按照一定的顺序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块内容 呃 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啊 然后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